今天我們要做的這個掛飾 其實滿特別的 因為它走的是一種田園風情 比方說你覺得都市生活 有點累的話 你回家看到這一幕 你就會覺得心曠神怡 整個好放鬆喔 因為它本身除了說是有一些 假的藤蔓在上面布置之外 還有小松果 小水桶 故意布置的好像真的是 你家裡頭的花園一角 今天我們要請到的是 我們的首座達人小方老師 美妮早安 大家早安 小方老師我看到你桌上 已經把我們今天要做的工具 道具都擺好了 比方說像是這個框架 很重要 因為它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對 沒錯 今天所有的材料 都可以在49元店買得到 對 我常常去那裡尋寶 這就是木製的叫做圍籬 圍籬 對 就是真的是49元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以它為主角 那會用到的工具是有 砂磚 然後刷子 小筆 調色盤 水桶 保護漆 壓克力顏料 那以及S掛鉤小配件 還有麻繩 還有仿蒸的植物 對 抹布 那會用到的是 熱龍膠槍還有吹風機 好 如果大家想要用蒸的植物 其實也OK啦 去纏繞一下 家的功力 因為你旁邊可能還要幫它準備啊 那個泥土啊 水苔之類的 對啊 可能養活它 那當然如果你要放長長久久的話 你就可以學老師一樣 拿一些假的植物 去上面纏掉一些藤蔓 那你上面呢 如果覺得太單調的話 我們還可以加像這樣 小松果 其實我們現在路上 其實有時候有機會都可以剪刀 對 或者是枫葉啊 你就直接呢 把它掛在上面 其實就很好看了 好 那我們要請小方老師 開始動手做吧 沒錯 對 我就可以先回應一下 詠吟剛剛講的 因為現在秋天 其實開始會有一些乾燥的花朵 或者是果實 掉在地上 或者是樹枝 這些全部都可以剪來用 現成的 分子耶 沒錯 好 那首先我們先上色 好 那因為這個 木頭的這個圍裡 它太多面要處理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花一點點時間來 來上色 那今天上色的話 我就是會用深色當底色 然後白色上到第二層 那等乾了以後 我們用沙子去磨它 做出一點像右邊我們的成品的一個 仿舊的鄉村風的感覺 作舊的感覺 對…好 所以我們是深色的綠色 因為今天我們圍裡的面積其實比較大 所以你要上的邊邊角角 可能就會比較多一點 對…所以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水 水量都不要先太多 對…先把它顏料調開 那因為木頭它的毛細孔真的很大 所以它吃色速度其實是 很快的 對…但是如果說你的顏料水分太多 變成說你又要上好多層 對… 所以你基本上不要加太多水去稀釋啊 就慢慢試 水分太多你可能就要上好幾層 對…你還是基本上讓它顏色飽和 好…好… 那我們在上的時候啊 因為它的面實在非常多面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我們先從正面開始上 對…像我這樣子水分其實還是有一點多 我還是看得到那個… 木頭的痕跡 對…但是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我這個是一個底色 我表面還要上一層白色 其實有一點木尾也不錯 對…好…我們先上正面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所以木頭紋裡還是有透出來 那在刷的時候我們都是順著木紋 同方向刷 這樣會比較理想一點 你看你可以學小朋友老師大面積去刷它齁 你也不用想刷要塗得太過的細緻也沒關係 好…那框好了以後 它是不是正面有很多這些地方 我們看得到的地方都先刷 那注意水量都不要太多 因為它有一點高低差 你水量太多很容易顏料會流到下面的地方 對…所以我們就是寧可 一次一次慢慢上 所以大家不要太貪心 如果說你把它顏料稀釋太過的話 你可能在刷木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那個顏料會從邊邊滲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顏色還是要有一點飽和度 你在上的時候呢 等一下去用砂紙去磨 它就會透色出來 對…還有在處理這個 這個木框拿到之前 其實是可以先用砂磚 先稍微磨一下 先磨一下 對…不過因為這個動作我在家先做過 對…就是大家在拿到所有的木頭成品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都可以先稍微處理一下 因為畢竟木製品有時候它邊緣 還是會有一點不平整的地方 那比較熟比較不會砸到 好…我們現在就是正面看得到的地方 都先幫它刷上 我們這邊需要的顏料其實量也是蠻多的 對…就是要一邊用 不夠我們再加 嗯… 因為壓克力顏料其實它乾了也沒有辦法重複使用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不夠再加 因為如果說你用了一大堆 沒有用完就真的只能洗掉 其實比較不環保 浪費喔 對… 那小朋友在用壓克力顏料的時候啊 其實就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沾到衣服是洗不乾淨的 對…所以如果有工作服的話 或者是穿舊一點點的衣服 對…會比較好一些 就是玩得開心啊 媽媽洗衣服也不會洗得很辛苦 沒錯…而且我們今天又是用深色的顏料 對…對…沒錯 那今天這個綠色啊 就是一個比較深的綠色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買到這種顏色 其實你就是綠色加一點點黑色的顏料 你自己去調 對…就是我自己調 就有點墨綠色 對…會滿好看的 好…OK 好…像這樣基本上 我們就檢查一下 因為有時候顏料太多 它會流到旁邊去 像這個就流到旁邊去 然後它乾了就會變成硬硬一坨 所以你要稍微 趁它還沒乾的時候稍微… 刷開 對…要把它稍微檢查一下 好…這正面好了 我們就要吹乾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圍籬呢 面積比較大一些 所以大家在吹乾的時候 你可以像老師一樣 用這樣子的邊框 沿著邊框去吹 特別是邊角啊 轉角的地方也都是要吹到 沒錯 對 但是因為我們先從正面 因為它實在太多的面要處理了 所以就是 我們一面一面一面處理 這樣它比較不會有漏網之餘 對…如果大家很開心 我正面也要弄通時 要處理這麼多個角度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對… 就分次分替去相色 對…分次做 好… OK… 我邊框先刷好以後 我…顏料應該… 可能是不太夠 所以我再加一點顏料 那同時就是一樣沾加一點水 對 把它挑開 好 這個時候 我就是因為有時候立起來的地方 我需要一些 需要小鼻符 因為我這邊邊框乾了 我現在就要開始把它立起來 好 你就立起來 這個時候其實這個邊邊都要刷 那沒關係我想先刷裡面 這個凹槽的地方 對 所以這時候小筆跟這個平刷 都可以同時使用 所以這時候你就立起來 你就是先刷你這個面 看得到的地方 對 就一面一面刷 然後我們就一面一面 轉動你這個圍裡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不會有漏掉的地方了 像我們這邊換了一個 比較小刷頭的筆刷去刷 對 非常小的筆 就裡面檢查一下 好 這個邊好了以後 我就翻到這個邊再刷 那這樣子你看 你每個地方都檢查過 也不會有漏網之魚 然後這個時候 你也要順便檢查 這個木條的邊邊的地方 它是不是也都有刷到顏料 所以這都要檢查 一併檢查這樣子 在看的時候 就大範圍的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哪裡漏掉了 對 沒錯 因為到時候我們邊框 其實會立起來放 所以它的邊邊角角 都會看得蠻明顯的 沒錯 那如果說大家真的覺得說 上這個顏色有一點麻煩的話 那其實也有一個 很快的處理方式 就是用噴漆 那最快 對 對 噴漆也是 不過因為其實它的邊角很多 其實你噴漆 基本上也是要分次噴 對 對 對 其實好像該走的過程也少不了 就差不多要花那個時間 來做我們的打底啦 對 對 既然喜歡手做 就是有些時間 我們就是 就把它劃下去了這樣子 我們今天花最多時間 應該就是在幫我們的 邊框上色吧 對 就是上色的部分 因為它是最重要的地方 好 四個邊邊 那你看有時候顏料太多 它都會 囤積 對 會滲出來 就順便都在 檢查一下 而且壓克力顏料 其實蠻快乾的 所以 對 對 沒錯 稍微吹乾一下 但是如果說大家顏料是一坨 那也是要吹一下下才會乾 好 那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第一層 是這樣才是第一層的喔 對 對 對 然後還有這個四個邊都要上色 對 四邊木頭色 那因為我有一個做好的半層品 因為它等待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這個顏料我先拿開 好 然後這邊要全部擦乾淨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換白色 要上第二個顏色的層次 所以你真的要等到綠色完全乾之後 對 對 對 再去上白色 沒錯 不然因為沒有乾的話 它的顏色就會 白色就混成綠色 就會吃掉喔 對 就變成淺綠色了 就不是我要的感覺 好 我們桌面也要清乾淨喔 對 這時候這些桌面都整理乾淨 這些顏色我們都不要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上完白色之後的效果 對 等一下 好 OK 好 對 這個是我們上完綠色嘛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 顏色的層次就是白色的層次 那白色的壓克力顏料 它就是比較稀 薄薄的一層刷上去就好了 對 對 對 所以本身也不用再貨水了 因為我已經有先加一點水 或者是說你覺得它太濃稠 然後你就可以再加一點點水分 對 就可以再沾一點點水分 好 OK 那我們一樣喔 就重複 跟剛剛一樣的動作 就薄薄的 所以這時候你會感覺顏色好像 會透出一點綠色 這是OK的 對 我就是要一點點這樣子的感覺 做舊 仿舊感 對 對 仿舊感 沒錯 好 我們就從正面這樣刷過去 很快速的刷 而且其實到現在都還看得到木紋 其實還滿 滿棒的 我們要稍微把剛才上過 我們綠色顏料的地方 再做一下遮蓋 對 我們做第二個顏色的層次 其實壓克力顏料的延展性還滿夠的 其實壓克力顏料的延展性還滿夠的 所以老師 像這樣白色的部分需要 也是用小筆刷去刷一些線 也要 也要 對 但是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背後已經先刷了 不然其實會有很多等待的時間 因為太多邊角要注意 嗯 跟大家要做的面積有關啦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做更大一點 就兩個圍籬合在一起的這樣的一個 寬度跟大小的話 你可能就真的要刷上半天時間 對 其實還好啦 對 其實 欸 對 剛剛有您講到說 欸 可以兩個圍籬做結合度 對啊 你說兩個圍籬 然後中間你記得把它叮起來有沒有 它就可以變成 用束帶 可以用束帶 你剛剛馬上講 我就想到可以用束帶 把它綁起來 對 處理起來 而且是透明的也看不到 欸 你好聰明 對 它就可以做成一個圍籬啊 然後甚至你可以這一邊是做墨綠色 這一邊顏色又可以做一些間隔 那你這邊上面是綁一些松果 另外一邊你可以再設計一些 你想要的一些感覺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延伸出去有沒有 你想說房間可以多一點裝飾 我就可以把三四塊的圍籬拼在一起 像老師說的 我用束帶把它全部捆在一起 然後它就會變得說 喔 有延展性 一整片牆 都是你自己設計的 感覺家裡好像就是有花園的感覺 很精緻 對 就是花園好像就到你家了 這樣也不錯 室內花園 有點屏風的感覺 室內小花園 因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歡種植物 所以我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非常的親切這樣子 但是因為它木頭為一 它本來的顏色咖啡色 其實真的不太討喜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刷白也是一種感覺 那我想說今天做一個兩個顏色的層次 如果直接刷白再用我們的磨砂紙去磨的話 其實木頭色透出來也是滿好看的 對 它也是一種感覺 可是也是一個滿常見的做法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吹乾 好 上色的部分就有大功告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小方老師在另外一面呢 都已經上好顏色了 我們現在只是做單面的處理 那其實小朋友在家的話呢 是需要稍微兩邊 都要記得365 都要刷色 稍微記得要把它吹得比較乾一點 一定要吹乾 對 沒關係我現在就是用背面做示範 對 因為面積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是要先做一點半成品 好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來做一點 仿舊的效果 我們就來拿這個砂磚 那其實你要做到最好的仿舊 就邊邊角角其實 你稍微去刷一下 它的顏色就 透出來了 它就透出一點顏色出來了 其實就 滿美的 你如果正面想要 你就用這個砂磚的邊角 去搓它 它就會有一個痕跡在 你用力一點 它的漆就會掉比較多 對啊 你看有一些白白的粉末 對 所以我們在刷的時候 開始刷這些木頭紋出來 對 好 那就是看你自己要 奪舊的感覺 所以 好 這個動作就是因人而異 然後我們就把它 屑屑都把它擦一擦 然後桌面稍微整理一下 看你到底是喜歡 要不要把它用力地刷下去 還是輕輕地刷一層都OK 對 但是就是我們要的那種 鄉村風式出來了 S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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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49元店也有賣這種 仿真的 植物 對 藤蔓 它有藤蔓 有花朵 那大家就是可以選擇 那其實因為價位真的也不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 先擺一下你要的感覺 那構圖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 比如說L型的構圖這樣子 會比較適合 對 然後剛好 它這邊有凹槽 所以這個比較不好看的地方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 塞進去 塞進去 對 就是可以把它塞進去 你稍微看一下你的藤蔓的走向 好 如果覺得差不多 好 那我們就是可以 輔助熱容膠槍 先擠一點點 然後把它塞進去 它很快就乾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對 會燙 對 這個部分一定要請 爸爸媽媽幫忙 好 那其他的部分不用每個地方都固定 你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的地方真的需要固定 我們才 點一下 這個好處是其實 你以後不喜歡拔掉就 也沒有什麼痕跡 對 反正我們是仿舊 如果有掉一點顏色 其實也沒關係 好像也OK 可以搬勃改的 對…其實也沒關係 等一下 這個有脫落了 我們可以再另外找位置把它按下去 對 另外找個位置放 好 那其他的如果說你覺得它 如果會掉下來 你不喜歡 那你就再幫它輔助一下 對 甚至你也可以修剪 如果你覺得說 我今天藤蔓太多了 對 有點up up 你也可以稍微剪掉一小段 沒錯…是的 是可以修剪的 OK 好 那就是不用做得太死 讓它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立體那種原生 對 有一點晃動 風吹會有一點 就有點像蒸的感覺 那這個我想要讓它往上 所以我可能 要加一點點 一點點 有時候它快點乾就嘴巴吹一下 它很快就降溫了 反正仍然仍然仍然 本身就是乾的就很快了 對… 它很快就降溫了 好 OK 因為這樣有點太整齊 好 那剛剛還有另外一個糖 很慢 有小花的 對 就是你可以稍微 擺擺看感覺 就是最主要是配色啦 像如果剛剛有一坨熱熔膠 留下來 不要急著碰它 等它乾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扣掉就好了 對 不要急著碰 我怕會受傷 好 這要注意一下 我們也是在一些轉角的地方 稍微做沾黏 也不用大面積去黏 對…沒錯 好 OK 就大致… 對… 大致做好一個構圖 然後另外呢 就是… 因為其實你在那個園藝區啊 它有時候都會賣一些小配件 那其實這個東西我設計的時候 它是… 它是可以有用途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S掛鉤勾上去 你如果有一些小耳環什麼 其實它是可以有功用的 或像是鑰匙圈啊 對對… 所以這個S掛鉤有大有中有小 所以就可以搭配使用 所以你這個構圖基本上好了以後 這些小配件你就可以 稍微… 做沾黏 對…做一點裝飾 那有一些不同感覺的 像這個松果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 我根本沒有固定 我就是額外把它插進去而已 它是可以移動的 你看我們的小松果 對… 我覺得還蠻畫龍點子的 很加分喔 對… 然後旁邊有個小水桶 然後有個小鏟子 這都是我花園裡面都已經 舊生鏽了 對… 就把它拿來做道具這樣子 對… 那今天的作品大致就是這樣 你看小方老師今天在示範給你看的 其實呢除了我們有一些 像是這樣的一個造型 松果造型之外呢 老師要跟你講的是 我們還可以設計一個S溝 S溝你可以隨意地掛在 我們像這樣的凹槽地方 你可以掛上一些裝飾品 甚至呢你可以掛上鑰匙圈啊 耳環啊 哩哩哩哩都給它掛上去 這樣東西也好找 對… 那其實你也可以做無線延伸的概念 這樣一塊你覺得不夠 那我再做第二塊 第三塊 然後把它無線把它延伸到 你家裡的一個角落 其實也是蠻療癒的 就是一個畫作囉 對啊就是你的一個作品 沒錯… 好… 我們要謝謝小方老師 今天在我們做的 漂亮的圓藝造型的一個吊飾 你可以把它掛在你家的牆面上 也很好看 很有Feel 對啊謝謝老師 謝謝詠怡 謝謝 好多多快樂食堂 下回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食堂 食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